英律无情第一、二合集 上官玉华原著 第255页 明府灵体通牒 人死后牛头马面如何处理 最近感觉人间很多城市的气候 每日都是在刹那间就变化 特别是沿海区域 一会儿阳光普照 火红的大太阳 晒得人汗流加倍 一会儿刮风又倾盆大雨 出门在外 雨伞稍微小些的还会被吹翻 把人全身淋得湿透 这种天气最近基本上是一日几次 若住在沿海地区 风浪气候就更加变化大了 身体抵抗力稍微差一些 就很容易感冒 身边很多人都在埋怨天气不好 气候闷热 周围空气差 进入大小商场写字楼 里面的冷气又非常的冷 一会儿热 一会儿冷 忽冷忽热的令人辛苦 大家都希望天气能够好起来稳定些 尽管大家都抱有希望 但现实当中气候却依然如故 人总是希望自己周围身边的一切都要很好 可是大部分人都忽略了自己平时是如何对待我们的大自然 我们每天使用很多用了就丢弃的产品 如筷子 纸巾 多种精美包装 每天在制造很多环境污染的东西 当我们每天消耗一些无比精美的日常生活用品 家庭电器 特制家具 真皮沙发 皮衣 真丝衣服 美轮美奂的种种装饰品时 是否有考虑到 我们只是花费了一些金钱去购买此类的产品 可是在成就此类产品变成美轮美奂的同时 背后是牺牲了很多 不为人知的可怜生命 又或者是耗费无数人力物力 才能成就某件精美的产品出来 这些在背后受到无情牺牲 陪葬的生命 他们难道是心甘情愿 要供给人类一顿丰富的美食 让人类扒皮穿戴在身上吗 若访问那些小动物们 相信他们一定不愿意 此乃严重损害 使环境污染的其中一点 第二是人的意念 我们每天乘搭公共交通工具 或在街道上 会看见很多人 他们的表情都透露出疲劳 不开心 烦闷 担心 恐惧 其实很多人身上 都富有灵体 想生活开心 顺心顺意 都十分难 我们人种种的负姓意念 不断地在四周散发 被杀的动物们 也一样发放出 种种生死怨恨之念 在四周空间回荡 他们都在伺机暴富 随时给人类制造种种的灾难 我们的意念 其实 在直接影响 整个大自然的气候变化 今天我们所感召的 自然气候变化 正是我们每天 心念散发出的果报 事故经云 因观法界信 一切为心造 难无阿弥陀佛 感恩佛力加倍 陈白莲花出发 前面正好看见了牛头马面 不知他们要去哪里 上去问候一下吧 阿弥说 阿弥陀佛 请问牛头和马面 两位准备去哪里啊 牛头大哥说 哦 阿弥您来了 英律无情 写好了吗 阿弥说 惭愧了 要多加努力才行 会尽快完成的 感恩两位的关心了 每次见到两位 都是忙忙碌碌的 想请问您们 平时工作会有压力吗 万一抓错了人 是否会被明军阎王隔职 两位样子看上去 总是那么凶凶的 为什么不笑笑呢 专家说 常常保持开心的心境 会使身体健康 还可以减压呢 牛头大哥说 我们牛头马面 是属于明府的前线工作人员 每天都收到一大堆 明府发出的 洋人寿中通知单 就是 明府灵体通蝶 简称明蝶 明府灵体通蝶 分两种颜色 一种是淡黄色 一种是暗红色 淡黄色的明蝶 是给地狱府官员的 赏善司 把恶司 拿着到阳间去 迎接王魂 进入明府的 只有暗红色的明蝶 才属于我们 牛头马面所持的 淡黄色的明蝶 代表寿中的 洋人善业重 暗红色的明蝶 则代表恶业重 是要堕落到种种地狱 受刑罚的 明府灵体通蝶 的内容是 某某洋人 在某某地方 某年某月某日 某时某分某秒寿中 是因为什么事件寿中 都会有详细的记录 我们会在准确的时间地点 直接把灵体抓回地狱府寿神 遇到顽固的灵体 我们会很凶的对待 并把他们推进地狱府 每个人寿中的地方 即事件都不一样 但大多数是生病 临终时躺在医院死亡 所以医院是很多洋人寿中的地方 因此我们经常会去医院捉拿灵体归案 我们基本上是不会抓错人的 因为 明府灵体通蝶上 会预先显现洋人的死亡过程 我们收到明蝶时 会先预览一次 每个洋人在未受终前 身体都会发出一种声光 每个人身上的光 明暗程度不一样 身体的光月明亮 代表是个大善人 甚至是个清静的修行人 若洋人身上的光 完全没有 甚至还会被黑色地狱之光笼罩 这就是我们牛头马面 要抓回地狱府的灵体了 有这两种特征显现 基本上是不会抓错的 万一真的抓错了 我们会马上 将灵体送回人间 明君阎王 亦会详细调查 事件各种的原因来处理 明君阎王 对犯戒的众生 确实是会严厉的处罚 但如果我们 并非有意地犯错 明君阎王 会给我们机会 改过自新 一切事物 都有他聚会的 种种前因后果 当然我们处理事件 会很小心 否则经常抓错灵体 岂不是因个人的马虎做事 而导致人间家庭 悲剧的发生 就算明君阎王 不处罚我们 我们自己 都需要被负一笔 沉重的因果债了 我们一般 会在灵体受众前 先到达现场 视察环境 核对灵体身份资料 以防止抓错人 我们现在每天抓的 寿中灵体当中 几乎全是 泛有邪淫界的洋人 能给我们抓回 地狱府的灵体 一定是生前 泛有种种地狱 恶业行为的 现在人间 有数不清的洋人 大多是犯了邪淫罪 灵体的邪淫磁场 气氛浓重 我们见到之后 又如何能笑得出来呢 此类邪淫恶业的罪灵 有的连寿中了 都还会散发出 邪淫的意念 这是习惯成自然的结果 我们一定要用凶狠的态度 才能把罪灵们的意识 拉回来让他们知道 人间的福报已经用尽了 需要好好忏悔 受地狱的刑罚了 其实我们也很想笑 可是真是无法笑得出来 除非 英律无情 一书 能在人间大量的流通 人人看后 都持守人伦 不犯地狱恶业 地狱全部清空 到那时候 我们也一定会笑了 现在太多的洋人 堕落到地狱 我们的工作量 也越来越多 阿玉您真的要 快些写好 英律无情的书 希望及慈善书 来改变人心向善 扭转人间 未来的种种灾难 阿弥陀佛 我们有工作在身 有机会在谈吧 您继续参观 我们先走了 再会 阿弥陀佛 牛头马面 真的速度很快啊 已经看不见他们了 地狱府的每个工作人员 看上去虽然很凶 但是都充满着正义感 亦很有责任感 我也要回去 加紧写好文章了 南无阿弥陀佛 陈白莲花回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